而针对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案例 在今天又多了两例 累计的确诊人数已经来到了13人 新增的这两名患者都是境外移入的病例 其中一名是40多岁的男性 上个月17号从武汉到大连 2月2号返台之后 隔天就出现了症状 而另外一名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 则是在1月21号从武汉经由深圳回到台湾 而这两个人都是在6号确诊 而这两名新增的患者接触过多少人呢 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还在全力追踪 我们又新增两位确诊案例 国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 6号又多了两例 累计确诊人数达到13人 而新增的这两名患者 都有武汉旅游室是境外移入病例 一位是在武汉工作 一位是常住在武汉 所以可见得在武汉的状况 实在是非常的严重 其中一名40多岁男性 1月17号由武汉到大连 2月2号才返回台湾 隔天就出现症状 4号就医 6号确诊 另一名20多岁女性则是1月21号 从武汉经由深圳回到台湾 2月1号出现症状 同样4号就医 6号确诊 总计台湾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 累计达到13例 而最新增加这两例接触过多少人 目前还在追踪 其余10名确诊个案 接触者一共有493人 目前还有两人待验 而从武汉返台的台商团 也持续隔离监测健康状况 在检疫所里面就有242位 那4位其实他都是阴性 有一例是确诊的 截至2月6号为止 这批从武汉返台的台商团 247人中有5位收治 负压隔离病房 其中1人日前确诊 其余242名持续隔离 在检疫所监测中 疫情指挥中心不敢答意 记者资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